在這幾堂課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小朋友的反應非常好 其實我們在課程設計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彰化的小朋友 他們可以從很基本的開始認識彰化這個地方 然後透過歷史故事為背景 然後透過形狀、顏色、城牆的方式 還有古地圖的認識慢慢的去了解彰化這個地方 小朋友他們也非常能夠發揮他們的創意 從理解到回答到創作出一個新的圖騰 其實我都是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互動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在跟小朋友的互動當中 慢慢的我也看到了一些我自己過去可能疏忽到的一些事情 或者我知道說原來小朋友對話模式應該是這麼一樣 我們理解如何讓小朋友可以知道 我覺得那是對彰化來講是個很重要的養分 彰化間線已經即將三百年了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課程能夠推廣到彰化更多的學校去 讓彰化小朋友從小就開始認識彰化城 對彰化開始有一份驕傲跟理解 這次的課程讓我學到了彰化之前的名字叫做半線 還有發生過什麼大事 一些歷史的古蹟 我覺得很酷 因為有些地方走過就走過沒有特別注意 這一次的課程呢讓我印象深刻 我們走訪了許多以前彰化的歷史文物 好像真的回到以前的彰化城一樣 我也更加了解彰化的歷史 像是有四個城門的故事還有發生了許多事件 讓我覺得很有趣 整個歷史團隊在這個課程的設計上 我覺得取材是非常有意義的 從這個課程裡面呢 其實邱老師帶著學生 他除了在課堂上呢 用古地圖跟現在的地圖去對照的方式 那同時也實際走到這些承接裡面去了解 每個地圖上的點出現在哪裡 他以前曾經是什麼 現在變成什麼了 那我們在這堂課裡面呢 看到孩子實際走過以後 對這些地方都有很深刻的認識 而且老師問問題的時候 小孩就很永遠 可以馬上回答得出來 可以看到這個課程呢 在我們實施的過程當中 真的獲得很好的成效 對孩子來講 他們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到 這片土地發生過的事情 故事 就能夠加深他們對這個土地的感情 我覺得關於我們彰化寺 就是同學自己居住的城市故事呢 可以讓孩子就是更能夠去深刻的體會到 他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歷史 是同學的評寺 詞人員在同學 在這次的歷史 存在